歡迎收看新台灣星光大大 觀眾朋友 你的小孩在學校安保安全 有沒有被霸凌 今天是反霸凌日 各個縣市首長跟教育部都出來講話 問題是到底有沒有效呢 來 我們看一下 一大早小朋友們聚在一起 呼口號宣誓把霸凌 趕出校園 手上還貼反霸凌貼紙跳舞 只是同樣的舞蹈 新北市長朱立倫怎麼卡卡的 不只一次偷瞄旁邊的學生 朱立倫動作聲疏 好尷尬 他這個動作是昌明國小 決定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剛才還跟校長講 所以校長還特別教我們說 他們剛剛想出來的這個想法 所以市長你是惡補的嗎 剛才才知道的 現場惡補好像還要再加強練習 只是朱立倫難得圍著 象徵反霸凌的粉紅圍巾 展現柔和力量 還一大早和學生們宣誓反霸凌 誠意十足 反霸凌 同一時間胡志強和學生們 一起呼口號向暴力說不 只是同學們怎麼每個都表情緊繃 很快捏 我們怎麼不要那麼嚴肅啊 不要那麼嚴肅啊 好慶幸啊 好慶幸啊 高興一點 我要霸凌 輕鬆一點啦 最後再來一個愛的抱抱 一起學習 同學間的相處 本來就是要用愛 化解暴力 就由黃金利亞元台北台中 採訪不容 國村現在大家都在怒力了啦 可是今天讓我們也很擔心的 今天兒童群聯盟 公佈一個最新的民調 兩千多份的國中生做的民調喔 近兩個月內經常被同學霸凌了 18.8 所謂經常被欺負就是說 最近這兩個月內 有兩到三次是被霸凌了 最嚴重是這邊 有些人想要報復 有些人不想去上學 有25.3的人說不如死了算了 欸 國村這真的很嚴重啊 霸凌在學校裡面 長期以來就是非常的嚴重 為什麼我說 因為學生互相在一起的 心裡不高興的時候 他沒有發洩的管道 可能會透過比較好的朋友 就欺負一個人 那欺負一個人 我們要看這個程度 大家現在法律素養不足啊 有些程度已經涉及到 違反特別法的 但已經不叫霸凌 大家還把它解釋為霸凌 比如說已經有傷害 已經打人傷害流血了 或者是已經性侵害了 或是違反少年事件處理法的 這些已經違反了 相關的特別法 是涉及到法律的問題 就不是說我們可以和解的 是屬於公訴罪的 一般的和解還是可以說 父母親到學校 大家調節好 大家和解好就好了 小朋友可以上學 或是小朋友轉學 或老師轉到其他班去教 不只是老師霸凌小孩子 小孩子霸凌小孩子的情況比較重要 我們時常會接到這種投訴 只是說我們如何去解決 讓小朋友在學校裡面 有養成良好的這些法學的素養 至少我們要去宣導 我們要去宣導說 新北市的教育局 如何去宣導 或者是我們法治局 如何建構一套標準 讓小朋友知道 哪些東西是不能做的 家長也要有這種心理的接受度 不要讓小朋友 一開始去欺負別人的時候 我們的家長都會保護自己小孩子 都沒有發現說 是不是我的小孩子呢 去欺負到別人 情況到什麼地步 今天嚴重的是說 有這麼多小孩竟然被欺凌以後 他想的是說 不如死掉算了 這是25.3 這個比例是很高的 所以今天陳啟 陳啟是說來講啊 他說高中職他們的教官不夠嘛 那之前蘇一倫就講啊 那可能包括國中 你是不是要給教官 這應該都是他重新考慮的 這是少年隊啊 以前不是有少年隊嗎 現在少年隊都沒了 現在就是要跟小孩子講說 如果你碰到霸凌 你要採取怎麼樣的動作嘛 那小孩子很簡單 不是告訴家長 就是像告訴老師 那告訴家長跟告訴老師之後 你要讓小孩子覺得說 我告訴他們是有用的 結果民調裡面 否則你告訴家長也沒用 告訴老師也沒用 他以後再受霸凌 他不敢講啊 對不對 他寧願就 人家叫我交錢 你交錢 要不然就乾脆跟他們結成一個幫派 那你一定要說 老師 學校要能處理霸凌的問題 那現在有這些動作 反霸凌 大家都反霸凌 有這些動作 當然這個是一種宣傳 但是宣傳假如說 大家要慢慢接受的話 因為總是宣傳傳播效果會出去嘛 但是重點還是說 小孩子受到霸凌 報告老師或是報告家長 一定要有確實的效果 對啊 建平 建平調裡面就進一步去問啊 晉三省說跟大人講也沒用啊 武城還怕說會不會給自己找麻煩啊 其實剛剛葉文哥講的 我覺得非常贊同 我之前就收到那個 在這個霸凌事件出現之後 我兒子從學校帶回來一張問卷調查 然後學校就會再講說啊 最近一個月內你兒子有沒有碰到 學生櫃子弟有沒有碰到什麼霸凌的事情 就是藉由那個問題的選項 我可以再去提醒家長 他就會說 我就打 我要先問過我的兒子 就是家長他是提醒 學校是提醒家長去問學生 問你的小孩說有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我就等於 因為我如果平常沒有在 平常相處沒有在忘了問他 忘了關心他這些問題的話 等於提醒我這個家長去跟大家講 然後再提醒給學校 簽名 然後學校再做一個 好 謝謝 這個議題很重要 我們昨天會好好再繼續討論 等一下收看這個疫情主持的 新星光大大